历经30天,斗鱼成功生出了小鱼宝宝 我把全过程总结分享给大家 其实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尝试 第一天,先把公鱼和母鱼放在一个缸里 注意母鱼要用容器隔开 确认一下双方是否能看对眼 一般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后 如果发现公鱼在水面吐了很多泡泡 咱们就可以把母鱼放出来了 公鱼会尝试把母鱼抱在怀中 送上一个爱的抱抱 重点来了,当看到有鱼卵掉落 那咱们繁殖小鱼就成功一半了 公鱼会游到缸底把掉落的鱼卵含到嘴里 别担心,它并不会吃掉这些鱼卵 而是会把鱼卵放进之前涂好的泡泡里面 可以仔细看一下,变黄的泡泡就是放有鱼卵 带娃的任务就完全由公鱼来负责 真正的体力活儿才刚刚开始 时间大约来到第四天 可以看到从泡泡里出来了几条小鱼 第五天小鱼更多了 第六天小鱼的数量已经密密麻麻 鱼霸看起来高兴坏了 那到了第七天,出泡的小鱼已经遍布全岗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此时的小鱼都是直立状态 还不会游泳 鱼霸就要不停的把滑落到水底的小鱼捡起来 送到水面附近 不得不说鱼霸看护小鱼的过程非常辛苦 大概第八天开始 小鱼学会调平身子开始游泳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鱼霸回家休息 咱们接手看护小鱼 那小鱼的第一顿饭一般是风年虾 看到游动的小颗粒了嘛 那些就是新鲜孵化的风年虾 是透明的,吃饱后肚子会变黄变骨 时间来到第16天 小鱼长大了几圈 但因为实在太小 变化还不是很明显 又过了10天 也就是第26天 小鱼身上已经开始有了颜色 同时我开始投喂粉末饲料 比起投喂风年虾要方便很多 等它们出生两个月之后 就可以开始分公母 出生4个月之后 就会变得和它们爸爸妈妈一样漂亮 这次繁殖的是雪斑半月豆鱼 我打算再尝试一下白浑纱和糖果 同时把鲜鱼、喂食、换水等更细节的操作 也拍摄分享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动起来了